2024總統大選落幕 侯康佩拿下467萬1021票 得票率三成 最終敗給賴蕭佩 國民黨沒能完成政黨輪替 侯友宜跟趙少康已上台先 舉功道歉 非常遺憾的 未能完成政黨輪替 我讓大家失望了 我還在這裡深深的表達 我十二萬分的愜意 抱歉 對不起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侯友宜敗選 競選總部氣氛一片低迷 支持者難掩失落 頻頻失淚 侯友宜講著講著 也紅了眼眶 對這次選舉的結果 我知道 大家都很失望 看到我很多好朋友 在那裡不散 我可以理解 我也很不敢 我尊重台灣人民 做出了最後選擇 人民的國庭 我們就要面對人民 我們就要好好地 聽進人民的聲音 回顧侯友宜 2022年的地方選戰 以空前的得票率高達 百分之六十二點四 新北二十九區全拿 擊敗民進黨林佳龍 但這回總統戰 新北從藍天變綠地 民進黨拿下近四成得票率 國民黨只拿下百分之三十五點一七 外界分析選戰策略根本錯誤 朱立倫的戰略就錯算 你一開始就想趁郭台銘 一開始就想趁柯文哲 你就不會大尾了 你就讓人家看不起了 郭台銘是怎麼對國民黨 這樣跟你糟糕 柯文哲都已經在 馬英九基金會簽的字 他都可以反悔了 柯文哲抹紅我也無所謂 柯文哲說 侯友宜跟趙阿康本來就是紅的 抹紅你們剛好而已 這樣子你都要吞得下去的話 那你們就去監督賴清德 他本來一下子就是綠的 一下子又是白的 一下子又是染的 國家被他弄成這樣子 那你要去跟柯文哲合作 那個意義是什麼 我就講那兩個人 第一名的黃珊珊 跟第二名的黃國昌 這樣子國民黨要跟他合作 國民黨怎麼會到 今天這個地步呢 國民黨不能靠別人 國民黨當然靠自己 你是最大的黨 你是建國的黨 中華民國都快滅了 你一天到晚不是柯文哲 就是郭台銘 你這個黨沒有出席 就是朱立倫領導的路線 是錯的 我們不能放棄年輕人 要怎麼樣重新把年輕人找回來 不是丟幾個什麼利多政策 那麼如果今天國民黨還是這樣 下一次再選 結果不會差太多 民進黨將繼續執政 下一個四年 國民黨不深切檢討 喊再多政黨輪替 都是空談 記者張宥辭 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